随着亚运会的日趋临近,中国南兰正在积极备战,根据此前公布的大名单,中国南兰红队的最终合照也正式出炉,周启身批15号球衣,小丁则身批8号球衣,虽然赵基伟营商遗憾错过亚运会,但这支中国南兰的阵容深度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有周琪,丁剑宇航压阵,相信会打出不错的成绩,周琪在经历了NBA特训后,不再是以前的瘦弱竹竿了,以王哲林为参考对象的话,可以很明显看出周琪比王哲林还要强壮,像当年王哲林可是和周琪同时被选中的,此前很多人更看好王哲林,但现如今两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,也就在刚刚对阵图尼斯的比赛中, 周琪首秀拿下22分8篮板,王哲林拿下16分8篮板,周琪的扣篮更稳更具霸气,由此可见CBA和NBA还是存在着很大差距的,周琪经历过NBA的磨练后,已逐渐成为南篮新一代的领军人物,是当具无愧的大魔王,而王哲林则早已敏然重任意, 可能在国内还能立足脚跟,这就是一个愿意之苦,深造和一个紧紧局限,于眼前,不敢迈出那一步的现实,或许他们的差距才刚刚开始, 不过人格有志,或许对于他本人而言没去NBA未必是坏事,以前对比照片现金对比现如金兰协放开的政策,使得更多年轻小伙子能够去水NBA,丁燕宇航和阿布都沙拉姆就是很好的例子, 他们渐渐已经成为了中国南篮封建重要的成员,相信在他们的带领下,南篮也会越来越好,加油,看好你们。